大家好,我是钟铭 第七十一课,打断 我们先讲打断语点 那么它是将对象在某个位置处打断 好,这个命令它就是打断语点 比如说这条线 我们可以在终点的位置进行打断 好,单击打断语点的命令 提示我们选择对象 我们选中这条线 提示我们指定第一个打断点 我们可以捕捉终点 然后单击 好了,这样子就打断好了 好,对于这个圆弧 那么我可以在距离B点的50毫米处进行打断 好,单击打断语点的命令 选中这个圆弧 提示我们指定第一个打断点 我们可以捕捉这个圆弧的范围 输入50回车键 好,这样子就打断好了 那么可以测量一下这个虎长啊 虎长呢也肯定为50 那么打断呢 那么这个打断语点的话 它是有相关的条件的 对于圆弧呢 可以自由地打断 但是呢 对于直线 只能够在终点的位置打断 而且呢 可以打断直线 圆弧 椭圆弧等开放的对象 而不能够打断 闭合的对象 比如说封闭的多段线 圆 椭圆 就是整个圆和整个椭圆啊 还有呢这个封闭的样条曲线等 好,比如说这条线 我想在距离A点的20毫米处打断 可以吗 不可以啊 大家呢可能这么想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呢 我捕捉这条线的范围啊 从A点捕捉过来 然后输入20 回车键 那么打断成这个样子 好,这样子呢 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好,Ctrl加Z 当然呢 非要用这个命令打断 也是可以的啊 不过呢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我们先学习下面这个 先学习 左边的这个打断 好 这个打断的命令 那它是将对象的 两个位置出打断 比如说这条线 我在距离B点的15毫米处打断 然后呢 接着呢 在距离A点的15毫米处打断 那么中间这一段 不要 就是想要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好,可以来演示一下 单击这个打断的命令 提示我们选择对象 好,单击选中这条线 好,这个时候呢 提示我们指定第二个打断点 好,但是呢 我们不用管这个啊 我们看命令行 好,命令行有一个 第一点F5 那么输入F5啊 回车键 我们从B点 我们从B点 捕捉这个范围啊 捕捉这条线的范围 捕捉过来 然后输入115 回车键 接着呢 提示我们指定 第二个打断点 那么我们 从A点 捕捉这条线的范围 捕捉过来 捕捉范围啊 不是那么方便是吧 好,当然这样子呢 也可以啊 它呢 是这个 这个端点的 水平对齐路径啊 也可以 那么输入115 回车键 好,这样子呢 也可以 如果说刚才呢 我们捕捉到 就是呢 从A点捕捉这个范围过来 那也是可以的啊 好 我们用这个打断的方式 来画出这个图 好 那么先画一个圆 半径为30 好 然后我再把这个中心线 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呢 要快一些 反正呢 大家也会画嘛 好 单击打断的命令 选中这个圆 提示我们指定第二个打断点 但是呢 我们不用管这个啊 我们看命令行 命令行呢 第一点F5 好 那么输入F5 回车键 提示我们指定第一个打断点 我们捕捕捉这个点 我们捕捉这个点 然后单击 接着呢 提示我们指定第二个打断点 好 那我们捕捉这个端点 然后单击 我们捕捉这个选中这个圆弧 我们输入F5啊 回车键 回车键 提示我们指定第一个打断点 那么我们捕捉范围 好 输入30 回车键 然后呢 再提示我们指定第二个打断点 好 捕捉这个点 然后单击 好 这样子呢 就成了 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情况 有可能 你在捕捉这里的这个圆弧的范围的时候 可能会捕捉不到 有可能呢 是被这条线影响到了 你可以把这条线先隐藏起来 或者说先删除 这样子呢 就能够捕捉得到 因为呢 我也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 好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打断呢 它是从第一个点 历史针打断到第二个点 那么同样的啊 这个打断的命令 它跟那个打断余点呢 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打开 它可以打断 开放对象和闭合对象 好 对于这个图 这条线 好 这里呢 有一个点啊 这个点 多余的 那么我复制这个B点过去 好 再给它移动一下 我在任意位置指定这个基点 然后水平向左 在合适位置单击 好 这样子也可以 那么我想怎么样呢 我想对于这条线 我想在距离A点的20毫米处打断 好 来教一下大家 单击打断命令 提示我们选择对象 我们选中这条线 看命令行 第一点F 那么输入F 回车键 提示我们指定第一个打断点 我们捕捉范围啊 捕捉过来 那么输入20 回车键 好了 接下来提示我们指定第二个打断点 好 这个时候呢 就要注意了 第二个打断点 要输入坐标 00 然后呢 需要注意的是要先输入一个R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把第一个打断点 作为圆点 也就是呢 我们要把两个打断点指定在一起啊 好 我们输入R 输入0 都好 0 回车键 好 这样子呢 就成了 好 跟大家讲一个问题 刚才在 刚才在讲课的时候 呃 出现一个失误 就是 像这条线 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打断与点的命令 怎么打断呢 啊 就像刚才所讲的 在距离 A点 20毫米充打断 啊 这样子呢 就不可以 啊 不能够通过这个打断与点的命令啊 他必须要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打断 那么方法呢 刚才 已经 呃 在这里呢 告诉大家了 好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指示点 我们单击打断的命令 我们来打断这个线啊 提示我们选择对象 我们单击选中这条线 然后移动十字光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提示 他提示我们指定 指定第二个打断点 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移动十字光标 就已经看到打断的这个预览了 那是这个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呢 在刚才啊 我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将这个选择点 视为 第一个打断点 我们是不是大概在这个位置选择的 就是呢 这个摆设的小矩形框 我们大概是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单击选择的是吧 所以说呢 他就把这个位置 视为第一个打断点 啊 就是呢 这个位置呢 可以 它是一个选择点啊 那么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啊 这样子的就是呢 默认情况下啊 就是呢 如果说你不需要精准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打断 好 我移动十字光标 向下 向下移动 或者说向上移动 啊 比如说向下移动 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单击 啊 这样子打断呢 也可以 好 Ctrl加Z 好 我们这节课 我们就讲那么多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